什麼樣的夢代表你要大難臨頭了 通常在做夢裡 夢到死人都是好事情 都是錢財 財國的 要突然夢到死人在哭 或是死人突然站起來 這才是兇 那夢太恐怖了 對 你們死人已經死了 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不要啊 你會覺得很怪嗎 很恐怖 跟誰講話 我在跟誰講 我就是跟這些死人 夢境都是蝦頭 而且不斷的連續代表什麼呢 在國外它曾經有一個研究案例 它是這樣的講法 它認為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地球上面 它會出現三個 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類似的一個這樣的一個人 雙面圍尼喔 三個耶 老師有三個耶 而且有時候 我給大家想像 還有另外兩個跟我一樣 那麼愛說話的人 存在這世界 大家超級明星預言 很透明 夢中出現什麼 代表你要發財了 第一種就是火燒家 因為火燒越燒就越旺嘛 但是如果夢到 火熄掉了 那就是破財 要越燒 要燒到我的家裡 如果燒到隔壁家 我家沒到 那還是不行 還是要破財 一定要燒到我的家裡 好煩喔 還要在夢裡面就說 麻煩你燒過來 想知道馬姐千萬魂的經驗嗎 因為那是我哥才剛過世 大概一百天 一百多天 這三個多月 我們是非常傷心的 所以我一看到我哥來 我們就開始哭哭的要死要活 結果來了是不是你哥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我覺得不是 因為為什麼妳知道嗎 馬姐牽到的王魂 竟然不是她哥哥 那她牽到的到底是誰呢 只要收看今天的節目 你就有機會得到 必協保平安的幸福開運耶 機會難得千萬別轉台喔 看到人生好風景 時代運轉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開運鑑定團 今天開運鑑定團 將以你聊到與睡眠最相關的夢 享受睡眠是每天最舒服的活動 靜靜地休息 補充明天的活力 對於身處競爭激烈環境的我們 是很有幫助的 然而最常將睡眠打斷的原因 就是做夢了 因為夢境就如連續劇般 在睡著的時候上演 更讓人有種身歷其境的感覺 也因為太過真實了 使人對於夢中千奇百怪的內容 有著諸多的插測 例如它會在現實中發生嗎 或是它在傳遞什麼不安的預兆呢 還是做夢只不過是 現實壓力下的產物呢 那這個馬姐呢 不但就是主持很得意啊 據說呢 私下的這個生活呢 很多吃多彩 不是說她去玩Pub 是她會去 遊地府甘夢魂 開玩笑的 就是說你有那樣子的經驗 我有那樣子的經驗 我有簽過王魂 有去關零數 遊地府到目前還不敢試 真的喔 因為我聽說遊地府好像比較危險 就是說你們的行程裡面 還有比較驚險跟比較一般的 所以待會兒這些 我們也還要請教謝老師 對 我們今天在節目現場 因為我們特別請這個 靈學的專家 謝老師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跟大家 來聊聊的 就是有關於夢這件事情 我們知道呢 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說到做夢 除了我們知道的這個夢學專家 佛洛伊德 他一直覺得說 夢的解析 對 夢的解析這個曠世巨著 他一直覺得說 他可能包括跟你的這個 成長的環境 他跟你的潛意識 跟你事實上 可能會去做的一些行為的準則 都有一些直接的關聯 但是你們要知道 在當今也有一個夢的專家 就是我了 因為你不做夢 你知道嗎 我沒有一天不做夢 而且我夢到就是 神經衰弱到那種 而且我還會 就是各式各樣的夢都夢過 夢過 這等一下就是要請這個謝老師 可以幫我們解答一下 我夢過我在飛啊 而且飛得很快 然後我也有夢過 就是兩天之後 要發生的事情 包括你在夢裡面看報紙 看到這兩個人在一起 後來兩天之後 登 美夢成真 而且是跟我一點關係 都沒有的人 然後也有夢過就是那種 包括裸體啊 好像穿褲在外面走啊 對不對 就每一餐內過 然後我想最長的夢 就是那種找不到廁所 對 急得半死 或從空墜落 我還有夢過那種 就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而且還是咖啡色的 就是整個就是那種殘垣 然後已經沒有人 然後你自己就哭到醒這樣子 就是一個人這樣 然後當然也有夢過 跟四大天王裡面的黎明 約過會 就是夢喔 對 就各式各樣的夢 我真的都有夢過 那我相信當然這個夢 我們就會今天跟大家了解 了解就是說 到底它是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 它是不是也對你的生活 如果提出一些警訊 它是不是對你的身體健康 也有一些提醒 還是說它根本就是 只是一個夢 對 到底是怎麼回事對不對 馬姐妳會經常做夢嗎 我跟妳是同志 真的喔 我不是那個同志 我們真的是精神衰弱型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兩個可能都是雙子座 對 然後我有精神衰弱 然後我常常 我大概一年365天天天做夢 對 妳剛剛說的那個夢 除了那個世界末日 我沒有夢過以外 其他我通通都夢過 所以會不會換言之就是說 雙子座的人事實上是一個夢的預言家 事實上雙子還有處女座 這兩個水星在守護的星座 他們腦電波都比一般人活躍 我的媽啊 我的月亮還在處女 那種感覺就是一個輪子 被妳整整轉到一個速度 妳不可能叫它馬上停下來 它就算晚上睡覺 它也是慢慢的停 所以你們停下來的時間 比別人短 所以你們的夢就會特別多 那我覺得截至目前為止 讓我的夢都是滿奇特的 可是真的比較讓我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那個世界末日的景象 我為什麼會看到一個世界末日的景象 而且真的就是變成咖啡色 這個是其實是在代表說 它在所有的成長過程裡頭 有一個地方是它心靈角落一個 黑暗的陰影 那這個陰影會造成它在夢境裡頭 它會一直就是說 好像到一個完全無助的那種感覺 覺得自己很孤獨 對 覺得自己很孤獨 然後沒有辦法 謝老師你有讀我的書嗎 來看一下我們的開運調查局 就是說常見的這些夢境的解密 來瞭解一下你做的這些夢 它代表的是什麼樣的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種 身處危險狀況的夢 當然這個危險它可能有很多的層次 有些人是被人家追殺 有些人是覺得說 怎麼搞的... 考試考不過 有的是上大號上不出來 這算什麼 這也是某種危險 總之就是會有一種那種害怕的 馬姐有做過那種很害怕的夢嗎 有啊 常常啊 因為夢呢 我覺得最害怕的就是我在開車 然後明明就知道要創造前面 然後一直踩煞車 煞車都不理你 這很恐怖 就明明知道一定會出事 一定會出事 可是煞車失靈 你明明知道前面趕快煞車... 要撞到人了 或者是要創造別的之後 可是你踩煞車... 煞車就不理你 不過一般像他們這種情形的話 大部分都是工作壓力太大 你被工作拖著跑的時候 OK 所以就會煞車也失靈 或是說突然間來個飛車或是什麼 這是工作壓力 那我們請教一下這個黃老師 就是說在這個夢裡面 出現什麼樣子的元素 代表你可能有貨來了大難零頭 第一個 你夢到牙齒掉了 或者蛀牙 金牙這一種的 都是屬於... 我記得我小時候就聽人家講過 對 不可以夢到牙齒的事情 我夢到...夢掉那種 就是整顆牙齒掉下來的那種 我們經常夢到這個... 那如果是牙齒的話 通常是代表... 家人可能有兇事或者傷事 家裡面的兇事或傷事 對 那頭髮... 頭髮也是一樣 你要拔頭髮啦 或者頭髮掉了 或者禿頭了才是兇的 可是如果說你只是想著 你現在去做頭髮 又不是了 那這種它可能發生的命運現象 就是有人背叛你 朋友之間交惡 犯口則是非 這種時候 第二個 就是看到唱歌 或者是屬於這種歌舞表演的 都是屬於相當不好的 有喪事 喪事或者沾貨 那是自己有喪事 還是我看到誰在上面唱歌 那個人有喪事 不是...是自己 就是做夢的人 他夢到這種夢境 夢到為什麼一大堆在唱歌 在跳舞 原來是舞子枯木嗎 不一定是枯木 或綜藝歌舞團 原來是綜藝歌舞團 那這個夢 對這個從事表演歌舞的人來說 應該就無關 對... 因為我們就是這個工作 一定要有所思 也有所夢 好 第三個 夢到死人 通常在做夢裡 夢到死人都是好事情 都是錢財 財博的 要突然夢到死人再哭 或者死人突然站起來 這才是熟 那那夢太恐怖了 還死人 對... 對 你們死人已經死了 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你知道嗎 你不覺得很怪嗎 很恐怖 跟誰講話 我在跟誰講 我就是跟這些... 死人 好 我們看一下他們發生什麼 在命運現象 他是屬於可能會有 這樣的命運現象 意外的凶貨 我的天啊 車禍啦 打架 受傷 雪光之災 雪光之災 但是如果說我們夢到這個死人 來看我們 或是交代我們做一些事情 OK 你想得出他不是死人 那另當別論 想到你以前的阿公來看你 你那時候就沒有想到他是死人 對 不覺得 這個沒有 這個好像是好事 可能是剛剛講的 是託夢 是貴人來了 就是說突然他躺在那邊的死人 突然站起來 要這樣的夢法 才是真的是災禍 我基本跟他已經起來了 對不對 再來我們講七財七財 太太就是財 你夢到你跟太太和好 跟太太炒飯 跟太太一起玩 那都是好事 OK 要打太太或者被太太打 夢到 這個又是壞事了 婚姻出問題 這是男生啊 對 結難鈴聲 對 就是夫妻之間的婚姻 可能出狀況了 就特別是男生 你夢到你妹 真好大給我打 其實你們的婚姻有點狀況 好 再下去呢 本身流汗 這從來是夢 做夢你做 夢境裡面在流汗 這個時候表示也是慘了 怎麼慘呢 又是兇事 通常這些兇事 都是屬於刀光意外 或者死亡的這種 再下去呢就是船 通常我們夢到船 例如說船會飛 你坐船去在海裡面玩 通常這也是得財的 但是船不能破掉 船破掉的話 這就是災禍了 或者拋錨了 這才是可能會有 厄運或者破財的事情 是 好 再下去呢 鏡子破了 或者骯髒了 像這樣的夢境 它是代表一種災禍 例如說婚姻不妙了 婚姻會出現差錯了 所以今天提出來 這七種都是 當然是提醒大家 是可能會比較不好的 這個災禍出現 那在你的夢裡面 可能對你做一些警訓的提醒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這樣 好恐怖 好 那請教一下這個謝老師 因為我們知道像 包括我們都曾經做過 也許就是比較相同的夢 就可能連續好幾天 或是像我有一個夢 做了二十幾年 老師有一個黑衣人追 穿一個魔術師的衣服這樣 就連續做了二十多年 像通常一般的觀眾朋友 如果像我們一樣 會不斷地出現相同的夢境 代表的是什麼 通常第一個就是 跟情世今生有關 那第一個的話 比如說跟前世有關的話 大概就是前世裡頭 有某一些東西 你是印象特別地深刻的 那一些事情 是 那第二個跟今生有關的話 就代表說 在我們這個 所謂的成長過程裡頭 你有遇到一些東西 是對你印象特別深刻的 那這些東西會 比如說用不同的這種 表現的方式 那麼在你夢裡頭 不斷地出現 那麼比如說 產生這個所謂的恐懼 畏懼 然後掙扎 或者一直跑 一直奔跑 那這個東西 它會不斷連續地出現 所以它有的時候 就是像謝老師講 除了前世今生的那種玄學之外 可能就是你在這一生當中 發生的事情的經驗記憶 你的害怕跟恐懼 對 在你的夢裡面這樣子 那另外第二個的話 就是比如說 我們在另外一個空間裡頭 另外一部空間裡頭 活動的一個情形 那其實他們在國外 他曾經有一個研究案例 他是這樣的講法 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地球上面 他會出現三個 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類似的一個這樣的一個人 雙面為泥 三個 我們就有三個 而且有時候 我沒辦法想像 還有另外兩個跟我一樣 那麼愛說話的人 存在這世界 他超級明星臉 他超級明星臉 可是就是說有人相信 是有這樣子的 三度空間的說法 OK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屬於 比較屬於高級的幻想 比如說OK 他現在喜歡了某一個人 他一直想他 然後可能在夢境裡頭 不斷地出現 他跟他在一起 他幻想跟他在一起的情形 就是說你終於夢想成真了 就是你每天想像 最後就到你的夢裡面 好 那我們要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 什麼樣的常見夢境呢 是普遍來講 大家比較會夢到的 第二種 就是夢境已故的親人 或是舊時回憶的畫面 如果你做的夢是春夢 又是代表什麼意義呢 老師你這個可能男生比較會 對啊 男生才會幻想真的 護士啦 學生啊 女生是醫生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馬姐的意思 就是男生A片看多了 對 不是做夢都夢到說 那個人是空中小姐啊 對啊 那個人是護士來幫我打針 還是學生啊 穿制服的啊 對 這不是春夢 這樣春夢無關的 好 這個護士的話 事實上是他因為的 原來春夢中隱藏了玄機 待會兒黃老師要教你看透自己的春夢 明月1973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星座哪是呢 天鞋座 天鞋座的朋友 明天可以說是非常神情氣爽啦 以及可以做任何決策的一天啊 在專業上呢 你的能力突飛猛進 所以給人家一種很知性的感覺 可以盡量穿著比較簡單樸素 另外一個星座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 在這個交通運啦 還有這個行動運上都非常的好喔 所以進步如洞 我們還是盡量要讓自己往外發展 另外一個呢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朋友 明天可以說是很多計劃順利進行的一天喔 而且還有很多人會出面幫你喔 所以對妳來說是貴人運很多的一天 親人或是舊時回憶的畫面 可能是妳小時候的啊 或是舊舊的那種畫面呢 是代表什麼樣的情境呢 這個很溫馨喔 馬姐應該有夢過 我夢過已故的親人 因為我常常夢到我哥哥 那我夢到我哥的 永遠是愁眉苦臉的 就是我夢到我夢到我不是這樣 不講話就是 有一次我夢得很清楚 我在睡覺 我的房間睡覺 我會記得他站在我的這個房門口 然後他的表情是這樣 皺著眉頭 那我要做一下解夢大師 不好意思 何謝老師 就是妳哥哥對於妳還沒嫁這件事情 很不滿意 不會耶 我哥從來... 妳可以管我 因為我... 好 我跟你講 我什麼時候變解夢大師 太晚還很認真的一下 太晚還很認真的 趕快解釋 對啊 馬姐還回答我 不會啊 應該不會 因為我哥自己都是那套獨身主義的 他怎麼會叫我一定要結婚 那我們想要請教一下這個謝老師 就是說通常我們會常說 夢到一些已故的親人 或是他這個不明人 根本就是不認識的人 他對妳有時候 叫妳要做什麼做這個做那個 請問就是說所謂的這種託夢 真的有他託夢的真實性嗎 比如說第一個 他可能是已故的親人 他心願未了 那比如說他有一些東西 他往生突然太快了 有些東西他根本就還沒有交代好 對 這一類的話 大部分都是他有一些 心願未了 對 特殊的一些心願 甚至說比如說他希望說他 比如說希望趕快結婚 他有時候他甚至會講出來 有時候甚至會講出來 他這是指示 謝老師 我跟你一起去擺攤子 那第二種就是預言式的 預言式的這個比較有名 在我國中的時候 發生過一個真實的案例 在我身邊周圍 那有一個人他的爸爸 他往生之前 很奇怪 他就很疼這個女兒 那因此他要往生的時候 因為他又是最小 所以他那時候 在醫院要斷氣之前 他一直要等他女兒過去 那到了以後他斷了氣 斷了氣之後 之後就回家 要準備要辦商事 那之後他的大兒子 就去找這個墓地 結果在他找墓地的過程裡頭 他回來 回到家 趕快 趕快 那媽媽呢 趕快請他出來 我有事情跟他講 就我已經找到一個很好的地 那他媽媽就被吵 就醒過來 就走出來 他說 他就很驚訝 他說 你是不是夢到 在哪個地方 後面是不是有一片的竹林 那前面哪邊 是不是有一條 比如說有一條河流 這樣子 他兒子就深呼吸 他就停下來 一模一樣的地方 對 一模一樣的地方 他說 你怎麼會知道 他說 剛才你爸爸回來 就是跟我講 他說 他就帶著我一起爬山 然後看到他以前的 就是爸爸媽媽 還有另外兩個朋友 結果後來他們去 那個墓地做的時候 就發現 真的那個附近 就那兩個人 就在那裡 對 就在他附近 就是說你們過世了之後 你們也要跟朋友聊天 會啊 這不是你們箱子 都會幹的事嗎 真的嗎 對齁 我們就連躺在那裡 都覺得 旁邊至少住兩個 就是說比較好聊的 對 那第三種的話 就是他有神明來託夢 通常是代表 我家裡頭發生過 現在發生一些事 那現在發生一些 你沒有辦法去解決 那有時候就是 比如說像很多 目前有很多人 他夢到就是觀世音菩薩 因為一般人 大部分人都覺得說 他可以幫你解決很多 可能你生活裡頭 不順的事情 有時候他來託夢 他跟你講 你可以去找誰誰誰 找某某某 對 所以等於就是說 這個神明 如果在你的夢裡面出現 就是他就是來幫你解答的 如果你生活當中 有一些沒有辦法解答的問題 OK 那最後一種就是冤情 他有這個冤情還沒有 對 我們有的時候 看一些社會版的有沒有 他們不是也想說 會有人託夢告訴你說 我的屍體在哪裡 有沒有 就是像這種的對不對 對 他這個刑事案件特別多 像比如說前衛他的父親 以前是一個刑事組 我記得是一個很大的 對 警察 那之後他曾經辦過一個案子 很有名叫陳友蘭熙 就是陳友蘭的一個案子 那就當時他在 比如說調到南部去的時候 他剛搬去沒有多久 那突然間他就 晚上睡覺的時候 電話就響了 那他就電話接起來 那接電話以後傳來的聲音是 我被分屍了 那這種你很毛啊 你想怎麼會 你既然被分屍 你還能打電話 對 所以他就很生氣就罵他 他電話掛了 結果第二天電話又打來 他接起來 然後他大家就跟他講 他說那你就問問看他媽 你既然被分屍 那你被分屍 你在放在哪裡 本來他可能還以為說是 這個捉弄的電話 那我就來問你 你說你分 那你告訴我你的分屍 那你在哪裡這樣 對 他特別拿紙寫下來 在哪什麼橋的 哪邊的第幾塊石頭下面 他叫什麼名字 結果之後 第二天他就去查 剛剛開始前面的幾個小時 就是找不到那個屍體 然後後來他想想 他本來想要走了 想要被人家耍 對 結果沒想到 後來他想想不對啊 如果照這樣算過來的話 應該是在那一塊才對 他趕快過去那邊找 結果真的找到 他所形容的那個 那個屍體包裝的方式 然後真的找到那塊屍體 其實最重要的情形 不在於這裡 最重要的情形是在隔兩天之後 突然間那個 我們知道以前就是 要接電話線嘛 結果人家敲門 他說不好意思 長官我要來接電話線 根本那個就是沒有電話線 對 怎麼有人可以打電話進來 對啊 我的媽啊 我現在頭皮發麻 我真的很希望把我的頭切掉 放在座子上 如果你們不介 如果改了 你們不介意的話 就是下一段廣告回來 可不可以看到我的頭在座 我們介意 唐老師很害怕 覺得你們 那時候不是你頭皮發麻 好 來 看第三 還有什麼樣常見的夢境 來 就是夢見春夢或裸體 你知道嗎 我夢見春夢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夢見春夢 可是我夢見 我是一個古代的女生 我們是穿著鳳關蝦皮 在床上被強暴 那不叫強暴 那叫新婚之夜好不好 對啦 可是那個場景對我來說 你知道嗎 而且是大家怎麼 就是我怎麼變一個古裝人這樣子 很怪很怪的一個夢 有穿過那樣子 也有穿過鳳鮮裝的 馬姐曾經做過這樣的夢 春夢我也夢過 可是我的春夢 剛開始都是說 有一個我很喜歡的男生 然後我們在一起很甜蜜 因為他一直對我很好 那我也對他很好 那種感覺就很棒 可是都沒有到最後一步 可是每次到最後一步的時候 要幹嘛的時候 不是就有人來敲門 或者是去幫他教室 對... 會... 就是掃氣你知道嗎 就真的沒有去做到 完全沒有成功過 好 來 請教一下黃老師 就是說 那常夢到像這樣子的夢 聽起來有一些人 好像滿刺激 滿美妙的 有一些人真是滿恐怖的 到底他真的所謂的那種春夢 是不是就表示喜事盡了 那我現在講就是說 真的就講到 他遇到這個莫名其妙的對象 去炒飯 夢到跟奇怪的一個職業 你根本不是說那種說 晚上偷看A片 偷看A書看一看 你當然會做一大堆的夢 那個不算 一定要講到那種不算 就是說跟那個無關 莫名其妙的 你今天晚上做了一個 炒飯的對象 首先你夢到跟富士炒飯 老師你這可能男生比較會吧 男生才會想跟個富士 女生是醫生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馬姐的意思 就是男生A片看多了 於是做夢都夢到說 那個人是空中小姐 對啊 那個人是護士來幫我打針 還是學生 穿制服的 對 那事實上這不是村門 這樣村門無關的 好 這護士的話事實上是 他因為會生病而破財 所以你可能有病的現象會出現 要生病了 第二個夢到老師跟老師做愛 可能就是因為要讀書的問題 教學費的問題要破財 再下面跟學生 那這時候他所代表的意思 他會因為個人的努力而得財 好相當目前為止 都是跟錢財有關 對 做夢關於春夢方面 這種性事通常是跟錢財有關 那我是怎麼樣 古時候那種夢 那個我看你可能是 剛剛屬於謝老師 那邊部門的 不屬於這一點 我是屬於那個部門的 前世的 前世的 好有輔 那我先就是有輔 這方面我就不請教你 我可能就要請教這個 謝老師這邊 因為我是屬於他那一位 哪一位 我也有過一個春夢 我也想知道我是哪一邊的 好 我夢見的我是男生 你在尬別人 對 然後可是那個人也是男生 對 這個很奇怪的春夢 那你可能也是屬於圓景這一邊 對 圓景麻煩等一下解決這個 就是那個歷史跟靈異的問題 OK 好 那我們請遊徒繼續 這種事常常會遇到這種事情 藝人都是做什麼 更新 明星這種的 靈異就有 對啊 好 這就是做生意會得財 生意後面的錢財 那你的黎明夢趕快讓他 可是Oskie 我要澄清一下 我有夢到黎明 我跟他約會 但他沒有來上演 這是唯一的 約會裡面的一個 因為那財沒有得到 所以我財就沒得到 這有炒飯有炒成 所以在夢裡面 靈異你答應我好不好 要炒成才算 要炒成才算 對 那我剛才那個夢都沒炒成 都不算了 不算 不屬於我這一類的 你就是屬於那個錢財到手 又飛了那種 你可能只是一種 心裡的期望而已 下面就明男人明女人 例如說跟馬英九 跟陳文茜之類的 那麼這樣的話 通常是不好的夢 是你得不到的 是不順暢的 有阻礙的 再下去就是直接 跟著自己的老婆 是 直接跟著自己老婆的話 或老婆 那這就是好的 得大財 會得大財 再下去就是 你跟別人的老公 跟別人的老婆 那這個時候也是好事 但是他賺的錢 可能不乾不淨 不名譽的錢財 就像別人的老婆 還可以得一些錢財 這不是很貴嗎 如果夢到不好的事物 該怎麼辦 在民俗裡頭 最常用的就是 我們選擇榕樹葉 或者所謂的滑草 或是芙蓉 你夢中也出現了不好的事物嗎 別著急 待會許老師將給你獨門破解秘方 明天六十九星期三 我們來看一下 秦始終於的新作 哪是呢 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明天如如說 有一些證券上的買賣 或者是金錢上的理財 應該都會對你有不錯的效果 另外一個是雙子座 雙子座的朋友 如果不要求最後的結論的話 整個過程會讓你有很多的啟示 所以先不要野心太大 另外一個新作是巨蟹座 巨蟹座的朋友 你明天的重點是在發揮潛能方面 所以千萬不要強出頭 反而很適合擔任一個助手的角色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明天的新作有 處女座 處女座的朋友 如果明天有這個出去玩的機會了 或者是跟別人應手的狀況呢 我希望你可以輕輕鬆鬆地去付約 不要把工作放在心上 因為這樣子會讓你心情更愉快 工作效率其實會更高 另外一個呢是聽明座 聽明座的朋友 明天如果沒有事的話 盡量待在家裡 聽聽音樂了 看看書或整理一下家務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 你有重新思考的想法 那老婆還可以得一些千才 這不是很怪嗎 夢裡面啦 你得不得你 好 再下去呢 這個是因為這現實中 我們會排斥所謂的 尼公跟尼姑和尚 我覺得這個人啊 不是我要說你 就是你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 你夢到跟和尚跟尼姑 你是怎麼了 那這種狀況下呢 它是不好的 是怎麼了 是失財或者被騙 因為它事實上限制中 它也是不可能當作性對象的 它就是夢到的這一件事情 好 下面呢 就不認識的人 張三里士 對 不知道什麼人 什麼是 就是大家的 通常是生意財啦 這還算不錯的 那下面呢 直接就夢到季女了 季女或是女生夢到Friday 好 這個也是不錯 意外之財 好 最後呢 夢到跟你的老闆 跟你的上司 炒飯 而且炒成了 那這個也算是還不錯 有貴人的幫助 還是得財 所以嚴格講起來就是說 比較多還是就是說 如果你做到這個春夢 有做成的 好像錢財上面都還不錯 對 基本上是錢財 就是我們古書的周公解夢 還有一個敦煌節目書裡面 他都提到這些事情 可以補充一個特殊的案例 那之前在第二賓館 以前有一個工作人員 在那個附近 就是他們有在焚場 有在管理一些東西 是 結果他就是看到那個 女孩子的照片 覺得女孩子還蠻漂亮的 結果他就說 這女孩子好年輕就往生 好像蠻可惜的 結果當天晚上 那個女孩子就在她夢裡頭 跟她發生關係 然後之後就是 你剛開始第一天你會覺得 這次做了一個春夢 因為你覺得 那個女孩子蠻漂亮 所以你有那個印象 結果後來 不是 第二天 第三天 對 連續一個禮拜之後 然後這個眼圈已經開始黑了 然後旁邊就跟她講 覺得她怪怪的 後來透過別人的那個 結果你覺得對她 可能她太年輕了 還沒有那個 你覺得這樣很可惜 可以娶回來當老婆 所以她就覺得可以跟你 所以晚上就做回來 就做了春夢 就是說你可能 年語上的冒犯 對 或是說 你在這個腦子裡面 你的思想冒犯她了 其實我也碰一個是女的 女孩子 她每天都知道 有一個男的來 跟她做這個事情 對 那她也看不清楚 那男的臉長什麼樣子 可是她就知道 每天遇到那個時候 那個男的就會來跟她 做那個事情 然後她 甚至於那個男的 上她的床 坐在她的床邊 她都能感覺到 她說那個床都會這樣凹下去 對 後來也是請老師 來清理乾淨 好 我提醒大家 你在看開運鑑定團 並不是鬼話連篇 因為一下子你知道 突然間講到 跟本木跟那個女鬼男女有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常見的夢境還有什麼 夢見高空墜落或是天空飛行 對不對 像我剛剛一開始提到 我們夢到自己在飛 而且飛得好快 還經過那些高樓大廈 很快 然後她都在你的腳底下這樣 那也有夢過就是說突然間 從樓梯上面這樣 踩空 跌下來 驚醒 對 那這個我們要趕快來請教一下 謝老師 就是說這個跟所謂的那種 聽到那種靈魂出竅 有關係嗎 像我們常常會夢到 不是有那個 那一腳一踩就踩空了 踩空了 她就醒過來 那通常她認為就是說 靈魂它既然會脫離身體 它就會再回到你的身體 可是再回到身體的過程 也都不順利的時候 又常常會有那種 一腳踩空就醒過來的那種 所以靈魂出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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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像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對於前世今生 有一些特別印象 記憶深刻的這種情形來說的話 它也會有這種 這個靈魂出竅的情形 也就是說 你會一直回去到 過去那個時代 會一直到現世這裡頭 我有對某個人 我特別的期望跟他在一起 或怎麼樣 那你會不斷地 在你的靈魂裡頭 就會出去 然後跟他做一個接觸 第二種的話 就是本身靈魂 有一種比較關定的這種情形 大部分都是體質上的溫度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些人 他就是 常常會 他常常就是靈魂 你就聽他說 他常常就是靈魂脫底 等一下別的東西跑進去 或怎麼樣 那有人像一般 在民宿裡頭 有一些跑靈山 或怎麼樣的人 大部分都屬於靈魂上 比較不安定的這種情形 第三個就是 身體狀況不太好的時候 像有的人 他就是生病 那或是最近的這個 運氣不是很好的時候 那最後一種就是 是預言式的 這個有一個很濃的案例 在美國發生過 那這個人就是 他前一天 就是明天我要坐飛機 就今天晚上他就開始 他就平常一直想到做夢 就說要坐飛機 然後他就看到那台飛機 然後上了飛機上去 然後就看到那個 那個車上 那個飛機上面那個小姐 看著他一直跟他笑 可是他發現他臉非常的蒼白 然後他就走過去 然後他本來要坐下來 一回頭 發現那個蒼白的臉 突然變得很恐怖 然後他就很害怕 就跑...跑下飛機來 結果第二天他坐飛機的時候 他就提著行李 要上飛機的時候 他愣了一下 他想起了那個夢 對 因為他看到的那個 空中小姐 對 是跟他夢中 一模一樣的那個人 所以他當場 就打死他不坐那班飛機 結果之後 飛機真的飛出去之後 大概好像十幾分鐘 飛機就試試 好恐怖喔 好 我們再看 還有什麼恐怖的夢 就是大家比較強夢到 夢見美好的未來 馬姐有夢到美好的未來過嗎 美好的未來 因為如果是夢到美好的未來 我都會覺得 這只是個夢吧 好 我們請教一下 黃老師 就是在夢裡面呢 大概出現什麼樣的東西 就表示你真的要發財囉 怎麼樣才會美好的未來 對 第一種就是火燒家 因為火燒越燒就越旺嘛 但是如果夢到那個火熄掉了 那就是破財 要越燒 要燒到我的家裡 如果燒到隔壁家 我家沒到 那還是不行 還是要破財 一定要燒到我的家裡 好煩喔 還要在夢裡面就是說 麻煩你燒過來 第二個就建到棺材 就升棺花材 再下去或者墳墓 墳墓就是財庫嘛 就夢到像這種的就有了 再下去就是糞便 這很奇怪 越髒越有財 你去把它洗掉之後 反而是破財 現實中 這些都是很討厭的夢 對 就是這個夢 就是你不會夢到 可是你夢到很奇怪 你會去洗掉 洗掉就完了 再下去就是夫妻和好 剛才提過夫妻和好是得財 吵架反而不行 再下去就遇到 夢到這種龍蛇龜 因為古獸認為這種 是帶來錢財的吉祥的動物 可是如果你在夢境中 把蛇殺掉或者烏龜殺掉 那就大破財了 龍跟蛇跟烏龜 我們別殺它 當然不能殺它 就是你夢裡面 誰知道你要不要殺 又被蛇咬呢 可以 雖然也是錢財 被蛇咬還是得錢財 這個夢裡面就是這樣子 這夢很奇怪 對啊 又不能打它 再下去呢 可是本人反應你會打它 看咬你你還不打它 你去做強盜 去扣人家的東西 去搶人家的東西 你會得財 再下去就做船 就是交通工具都可以 基本上都是一種賺錢的手段 你可以得到 可是船不能破掉 或者車子裂開 那就也是破財 最後呢 就是前面有提過的 幾乎性行為 都是可以得到錢財 好 那我們要來請教一下 這個 遠景 謝謝老師 遠景兇 請問一下 就是啊 如果我們夢到不好的事情 比方說剛剛已經告訴我們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一堆兇事 那我要怎麼樣來去化解 在米蘇裡頭最常用的就是 我們選擇榕樹葉 或者所謂的麻草 或是芙蓉 那基本上 你只要去欺騙 但是這欺騙必須一定要在 它在質感上面 你把它採下來 那新鮮的 對 加上所謂的白米 由於其實白糯米是效果最好 那加上這個所謂的粗鹽之後呢 我們放在水裡頭 放在水裡 對 放在熱水裡頭 一部分呢 我把它拿來喝 那另外一部分 就加到熱水裡頭 我們泡個澡 泡個大概20分鐘左右 好 大概20分鐘左右 讓你本身讓汗 當你喝進去那個東西 是不是能夠隨著你的汗線 能夠排出來 那這個時候 你精神上面會比較輕鬆 比較那個 那而且第二個 你遇到的那些事情 夢中裡頭那個東西來說 都可以化解很多 OK 好 那我們呢 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有請教過馬姐 因為你屬於這方面 就是說旅遊 因為在Underground的旅遊 算是滿有經驗的 對 對 你有牽亡魂 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經驗 對 因為那個時候我哥剛過世 而且我哥過世的時候 非常突然 因為他心肌梗塞就走了 什麼事都沒有交代 而且他跟他朋友在吃飯 那時候我們根本就不曉得說 一些他的事情 或者是他到底過得好不好 其實我們 很思念他 對 非常思念他 我們最想知道是 他到底現在好不好 對 那時候人家就介紹 我們說在花蓮 有一個某一個地方 有那個簽網魂 非常的靈 那我就帶著我爸爸我媽媽 我們就去了 那那個時候我去簽的時候 當然也是等了很久 因為他很多人去簽 因為他們說那邊很靈 那很多人去簽 那他現在叫到誰的名字 你們就要趕快過去 比如說他這樣 有一個人叫元景 他就有個感應這樣 對 那個靈媒 他說有個叫元景 有沒有叫元景的 誰叫元景 那我們要知道是元景的 我們就要趕快舉手 然後就過去 他就跟我講說 那比如說這個元景 然後他再開始就好像 他就變成那個靈對不對 對 他就變成那個靈 好像變成我哥哥這樣 跟我們講話 因為那時候我哥才剛過世 大概一百天 一百多天 再三個多月 我們是非常傷心的 所以我一看到我哥來 我們就開始哭哭的 要死要我 就來的是不是你哥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我覺得不是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哪些人會是 遊地府旅行團的團員呢 而且我們就是 如果有這種方式來探 這個生死之謎 那當然是 你真的敢去 我沒有想那麼多 老師是不是聽說 聽說去遊地府的 那個如果是自己的 過往的親愛人 或什麼請你吃東西 不可以吃對不對 對 不可以吃 吃了就回不來了 你那麼愛吃 你一定回不來 你看著好了 明天六十九七一三 我們來看一下 雨天的星座有牡羊座 牡羊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有吃太多了 或者是在這個金錢上 有浪費的傾向 而且在愛情慾上 也不是很順利 所以明天千萬不要表白 或者是在愛情上 有任何動作 另外一個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朋友 明天注意一下 精神緊張的問題 所以今天晚上 好好睡一覺 免得明天對著很多事情 信心忽然喪失 那這個自我信心的質疑 可能是你最大的敵人 我們來看一下 打雷閃電的星座 哪是呢 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 在健康方面要注意 因為可能在有病情的話 會有惡化的傾向 所以對你而言 調養身體才是第一要務 另外一個是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有一個 不好的消息發生 對你來說晴天霹靂 所以你自己要把 樂觀的心情提起來 免得別人很想幫你 也幫不到你 就來的是你哥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我覺得不是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有幾點我可以證明 因為第一個 他忽然他就是說 讓我哥上身之後 他就開始講說 爸爸有沒有來 我爸就站在旁邊 他會看不到我爸爸媽 他說媽媽有沒有來 我媽也在旁邊 然後他就講一些 就是很普通的 比如說你要好好照顧爸爸媽媽 我不笑 我先走了 什麼什麼 那這個話誰講都是合理的 對 對任何人講都合理 後來我們有個親戚 鄰居老 他們家也是有 他爸爸過世 他們就去簽 就簽上來的時候 他說講話的聲音 神態 都要一樣 口氣都是他爸爸的樣子 這樣子 對 就說連口音應該都要一樣 對 因為那個太太在 那個靈媒在沒有被上身之前 她是講台語的 就是你們幾歲 你們幾歲 你們幾歲 你們也拜託了 來 可能一上之後就 一上之後 他講的完全是我們大陸的口音 而且就是廣東口音 因為我們那一村都是廣東人 就是那個廣東口音就是講說 而且還講出一些 就是別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就你們才知道 就他們家人才知道的事情 那我們要來請教一下這個謝老師 因為我們經常就聽到人家 所謂的關落音 關落音 遊地府這些的 請問那個是催眠 是幻覺 還是真的他們就可以去 看到這些狀況 然後那個過程到底如何 然後他有什麼根據呢 那通常關落音來說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去看的話 大部分都是視覺性能是最多 那這種情形大概就是說 你覺得說你可以跟他見面 之後可以表解你自己心裡頭一些 比如說有一些疑問什麼的話 會比較好 可以得到解答 那第二個話通常會下去的話 大家就去看自己的財庫 什麼叫看財庫 就到廚房裡頭 看看你的理工裡頭 你有沒有齊全 真的假的 老師 那那個不是官邻宿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官落音才是去 就真的去看財庫 所以還可以去看 是看你這一輩子的 還是你到了這個 就你掛掉之後的錢 對 看你這一輩子的 現在的 對 這個是看你的原成功 你們以後去的時候幫我看 因為我不敢去 那第三個就是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的話 就是去看這個 所謂的原成術 那一般來說的話 就是看那個 然後探徽章 花蟲就是說 你看那個花上面有沒有 蟲子在吃啊 有沒有蜘蛛網 有沒有蜘蛛蛇 表達他身體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健康的 這個那個誰嘛 誰 我們有一個藝人叫 德如癌過世的 林彥如 是 她在過世之前 就有人去幫她看過 就是這樣 就是說她的樹 她的那個原成花 已經被所有的蟲 都已經刺滿 蘸滿了 那人家就說 那你就請那個 他們那邊就好像有 負責的原相夫的原意管理 原丁一樣 對 原丁 就來幫她處理 處理清理乾淨以後 又卡滿了 所以他們就說她沒有希望 後來過沒有多久 她就走了 這個我也去做過 可是我沒有辦法下去 因為那個 因為我做那個節目 常常就是需要說 我們自己主持人 也要下去做 那我就去做 那時候我也希望說 能夠看什麼 可以找到我哥哥你知道嗎 可是那時候我的那個 前任男友 我們就一起去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幾個 我兩個女朋友還有我 還有我那個男朋友 我們三個女生 都沒有辦法成功 只有她 她只要老師 隨便念一念 她就已經出去 然後她看到 她還看到什麼7-11 看到很多的 下面還有7-11 她就是她的魂出去 她好像看起來 還在我們這邊 就游的時候 她看到7-11 然後看到 她就看好像進一個隧道 進一個隧道 然後突然間就好像 就是很快速這樣 非常快速地過去 然後就 她就到一個什麼地方 鳥羽花香 什麼一個地方 然後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現在 那個老師去回房間念說 那你要去哪裡 那她就去看她的東西 看完以後她回頭 我說那我都沒有成功 她說那你去幫我看 對 我說那你去幫我看 她去幫我看 她就說她去看到 她說你要去先看 我的數字怎麼樣 我忘記了 看我的房子 我記得這件事 她看說我的房子 是一個大房子 然後那個屋角是有那種 就是好像 有點雕龍雕鳳 對 坐觀的房子 然後我的房子比人家大 一看就是那個大房子 有錢人的那種房子 那她說 我一進去大廳的中間 坐的是觀慎地君 然後我的廚房有四個灶 而且四個灶都在煮東西 你那有錢嗎 馬姐 你那有錢 我也以為說 我四個灶很有錢 結果她說不是 是我的負擔很重 消耗太多 對 有很多人在靠我吃飯 我一定要養很多人 然後她一說過我的房間 她說好 那你告訴我 那個床上有幾個枕頭 她說只有一個 那你哥哥再怎麼無奈 也沒有辦法了 所以馬姐就講到了 就是說這個未來的另外一半 在這裡面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未來的另一半 它在那個房間裡 它有一個服裝台 會有一個鏡子 會有鏡子 那你看那個鏡子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有的話 它就會在鏡子裡 就會顯現在鏡子裡面 我們還有一個同事 他也去觀念 後來他看到 叫他看到另一半 他看到什麼 看到他現在的男朋友 跟他生了三個孩子 然後這三個孩子長相 都跟他的現在的男朋友 長得一模一樣 他真的就連這個都看到 對 所以這個還可以看到什麼 子女工 什麼意思 一般他也說 看那個花蟲裡頭 其中有一項 就是跟子女有關 那花裡頭有分紅花跟白花 一般紅花就是指女孩子 白花就是指男孩子 所以有的人他比如說 我這樹上裡頭 都只有紅色花 那我很希望生個兒子怎麼辦 就請他能不能幫你換一個花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發現上面 都有那種花 凋謝的那個花 那一般來說的話 就表示說他可能常有這個流產 拿掉的情形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如果看到那個上面 有結這個花包的話 可是很好 你剛好現在正在懷孕 還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所謂的這個觀洛英 當然以這個 謝老師這種玄學來講 他們是相信有這種情況 而且可以看到一些事件的 那我們來請教唐老師 誰這麼無聊 甚至於這麼迷信 會去參加這個旅行團 觀洛英 我們來看看 你怎麼可以說這麼無聊 因為我覺得很害怕 我覺得很害怕 你們不怕嗎 那我們來看看 什麼星座的人他真的會相信 然後他真的會糾種去參加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名的這個星座 有什麼狀況呢 探索神秘 月月欲世 所以這個星座的人 他就是對生死之事 非常的好奇 這就是你們 那就是了 我可以幫你看 那就是天智座 而且我們就是 如果有這種方式 來探這個生死之謎 你真的敢去喔 不敢去啊 真的啊 你不怕回不來嗎 有老師在應該不會回不來 你確定嗎 有些老師方向感很不好 不是方向感好就好了 可是你不知道路啊 我沒有想那麼多 老師是不是聽說 聽說去遊地府的 那個 或者是自己的過往的親人 或什麼請你吃東西 不可以吃對不對 對 不可以吃 吃了就回不來了 你那麼愛吃 你一定回不來 看得好 唐老師你小心一點 真的你那麼愛吃 你不要去 好啦 所以天蠍座會這樣 對 天蠍座會 我們來看第二名 又是哪個星座呢 第二名是 科學精神 好奇經驗 就是我一定要試試看 就我親自去看到比較重 對 他就是有科學精神 他也不到聽途說 他可能是之前 最不迷信的那一個 但是最後很迷信的那一個 真的啊 是你們風向的 水瓶座 沒錯 就是水瓶座了 那我們看第一名 又是哪個星座呢 易受催眠 神性不一樣 我覺得這就直接揭曉了 一定是雙魚座 好棒喔 對 這個雙魚座 是最容易被催眠的 對 你跟他說什麼都可以 而且我們說 所謂的觀落音 第一個雙魚座 其實有雙子座式的好奇心 第二個它有聽蠍座式的 對那種靈感的東西特別的有感覺 何況呢 他自己本身就經常被他的神奇的夢 經歷了很多事情被他預言了 這種事情所感到震撼 所以易有這樣的機會 他當然要好好看個究竟 看看自己到底 前世今生跟誰發生過關聯 如果一旦給他關出一個什麼東西來 他一定津津樂道一輩子 隨時都會告訴人家 我告訴你那次經驗如何如何 所以他也是很好關 錄音團的推銷員 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了這麼多 在這個節目當中很詳盡的 不但是幫大家解夢 而且也請這個圓景 在我們現場配合 然後告訴大家很多我們以前的疑慮 甚至於我們不可能去接觸到的東西 然後包括馬姐也把他的經驗給我們了解 那遊輔也 也貢獻出這個所謂的那種夢學的專業 然後希望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千萬不要太過迷信 就是有一些奇怪的旅行團 不要隨便亂參加好不好 拜拜 謝謝你收看 謝謝馬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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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